然后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对自己重生的时间点不清楚 有时候很模糊 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重生 我都怀疑大家读不读圣经 现在打开圣经啊 约翰福音第三章 非常熟悉的吧 这个可能大家都能背起来 滚瓜烂熟的 约翰福音三章里面记载了什么事情 尼哥第一目对不对 著名的论重生嘛对不对 那论重生的大家是不是广定精在那个重生的事情上 注意一节经文啊 谈到成生的时候 尼哥第一目和大家一样 虽然他是犹太的拉比 耶稣也小骂他了一下责备 你既是犹太的拉比竟然不知道这事吗 你竟然教导别人自己还不知道吗 如何重生呢 他理解了只是第一层面 进到母腹里再生一遍 再次生他理解了 从上头生从神生他没理解啊 然后你必须重生 不要以为稀奇 耶稣就给他讲 第八节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 你听见风的响声就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 这是一个类比啊 完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像风一样 也就是什么 圣灵就像风做工 风吹来吹去我们没有办法把握 不知道 但是听见风声 看见风吹过带来的果效 我们晓得风 圣灵做工一样 如何重生呢 不晓不知道 但是重生带出来的果子 这个人悔改了 这人开始祷告求告神了 开始认识神了 爱慕神了 开始倾向于圣洁生活了 我们知道他死去的灵活过来了 重生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 虽然我们按照应许信的时候开始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表面上来教会了 但是我们没真信 所以你来教会那个时候是重生的时刻吗 不是 你真正回转 悔改的时候 重生 有的人是先重生 后来才经历这个悔改 悔改和信有的时候不一样 但是按照一般的原理 就是信就得救 信就重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 重生是内在的 超过我们意识的 悔改和相信是在我们意识里面 我相信 我最起码理解福音 不管这理解是圣灵做工还是怎么样 我理解福音 我觉知信福音 不管这个觉知是圣灵给我的 还是怎么样 当然是圣灵 没有圣灵我们不可能觉知 所以我告白 我相信 我悔改 是我在我的意识 不是圣灵替我 不是别人替我 父母替我 而是我要悔改 我信 我接受耶稣 我悔改 那这是我在意识的层面 在我的非意识层面 圣灵隐秘做工 就像风吹来吹去 我们不知道 圣灵何时重生 我不晓得 种子埋在土里面 什么时候发芽 我们不知道 但直到有一天 它拱出地面 吐出绿叶 长出竞 然后发苗发旺 结果的是我们知道 在地表上漏出来那个部分 我们做悔信 或者是悔改 相信成长 过信仰生活 顺从生活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它得救了 但是里面已经有生命 那个埋在土下的那个根 向下扎根的时候 发芽的时候 这个我们不知道 那个部分叫做重生 看不见的 超意识的领域 圣灵的做工 但是圣灵做工的果效是 我们悔改 相信 要分开 所以不要纠结 什么时候重生 这个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没办法把握 就像风一样 时间点不知道 重生 判问 你重没重生 你凭什么时候 你重生 什么时候重生 哪年 哪月 哪日 哪时 哪刻 哪秒 能说清楚吗 估计 100个人 可能有101个人 也说不清楚 他认为 说清楚的 问你那个人 其实他也是骗人 他也干嘛不清楚 所以没有人清楚 对不对 你认为 那个时间 我重生了 其实在之前 可能就重生了 我认为 我重生 我虚假的得救 确信呢 以后可能会重生 所以我们能够 感觉到的重生 不一定是准确的 圣灵 是我们重生的时刻 模糊是正常的 但是比起追究 我什么时候 重生的时日 属灵的生日 我什么时候 经历明确的 被圣灵光照 我悔改自己的罪 我诚心的去接纳耶稣 那一瞬间很重要 往往对于我们 基督徒来说 有一个明确悔改的经历 可能是我们一生 信仰生活当中 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经历到那种 上帝光照你 你在他的面前悔改 接待耶稣 将生命交给他 愿意顺从他 然后你上帝给你那种悔改之后 里面内心的 那个明确的平安和喜乐 那个明确 前后的那种转变 那个记忆 有利于我们在 灰心沮丧的时候 回忆的时候 更坚固我们 当然不一定 所有的人都有这种 有的人从小就来教会 没有明确的感性上的表现 什么时候重生 他也不知道 所以不要固定 把某个模式 特定作为得救 所有基督徒 重生得救的 唯一的范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得救 要根据他的果子 他有没有持续的 这种健康的信仰生活 他有没有成长 爱慕圣洁 对神的态度 对神话的态度 有没有一些迹象 判断一个人 成没成义 重没重生 要根据他 是不是在信仰上 持续成长 偶尔也会软弱跌倒 有一段时间 三两个月不来教会 软弱 甚至说一些吓人的话 甚至一两年 离开教会的时候也有 但是长期来看 真正得救的神的儿女 上帝不会丢弃他 会持续地在他里面做工 使他最终 从软弱当中恢复过来 有成圣的果子伴随着他 主啊主啊的人 都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尊心父的职业 不一定这个单位 有的时候切得小的时候 不容易看他顺不顺 划一个长的时间 长期来看 他的生活轨迹 和一般不信的人 有些明显的不同 信的人即便软弱 他也有信的人的香气 有他的那个生命的流露 小猫小狗 他既然有不同的生命 他就有不同生命的喜好 性情生活形态 石头和鸡蛋不同 石头你雾他 十年半哪月的 他还是石头 里面没有生命 鸡蛋呢 在适当的温度下 雾一段时间 孵他一段时间 只要他是受经过的鸡蛋 那么他就会浮出小鸡 对不对 种子和 这个荷兰石的差别 大家都知道 都埋在土里面 都浇一样的水 阳光雨露 荷兰石就是荷兰石 种子会发芽 所以生命一定会流露出来 不要纠结这个 搞不懂时间点的 因为这属于风 再想问这个问题 就拿约翰福音 反复读 搞明白了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 没有人知道风随在 但是 我们通过吹动的树叶 我们知道风随在 根据圣徒的 这种新生命 新生活的表现 结出的果子 我们说 按果子判断树一样 果子流露出来 我们知道 它有基督的生命 虽然这个生命 可能是幼稚阶段 可能甚至还是软弱的 但是它是有生命的 新生命和 有生命的人 和没生命的人的 反应是不同的 虽然有些人 是虚假的信 但是一般的来说 还是不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